Hello, 今次3個晚上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馬來西亞咖啡麥西哥麵包 通常我自己吃的麥西哥麵包只有完美 通常只有甜味 來到這裡之後, 除了咖啡味之外 它吃起來還是咸咸甜甜的 為什麼它有咸味在呢? 原因是因為它把牛油放在麵包裡面 所以吃起來有咸有甜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好吃的 我後來自己回家試做 焗完出來之後 牛油通常會留在麵包底裡 感覺上好像鹽可中一樣 不過在街買的麵包是沒有這個 它的底部應該是乾爽的 牛油不會流出來 所以後來我自己在製作上再改一改 雖然步驟是多一點 即是多了一個步驟 不過可以確保到牛油可以放在麵包裡面 那我就很想將這個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現在一齊開始看看 怎樣做這個馬來西亞咖啡麥西哥麵包 麵團是經過了初次發酵之後 我亦都完成了排氣、分割和滾圓 你看到這裡有五大和五小 其實分割的時候很簡單 我會把整個麵團分為六份 而把其中一份分為五個 例如你想做七個的時候 你可以把麵團分為八份 而把其中一份分為七份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分法比較簡單 現在就等它靜止大概十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到下一個步驟跟它造型了 我們先蓋好它 麵團經過靜止之後 我們就可以跟它造型了 我們就拿一個大和一個小 我們先處理一個小的 把它排走空氣 輕輕擀拌平 讓它大一點 這樣就容易包入牛油 我們切牛油的時候 就是盡量把它切成一個正立方體 這樣就好包一點 這個小的包牛油的技巧 我覺得就沒什麼 就只是把它包緊 收好口 捏緊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將會放在一個大的裡面 收好之後 這個是底部 我們現在把底部放在下面 放在這裡 我們先處理這個大 大這個 其實不需要用一個Rolling Plin 用雷手輕輕按平 盡量排走空氣 然後把剛才小的麵團放在上面 底部 剛才的小的收口是這裡 現在直接把它放在大的麵團上面 我們看看怎樣包 我自己通常的包法就是打對這樣包 先打對折 然後再在這裡對折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包的方法 總之你確保它是收好口就可以了 再將這裡對折 這樣的包法 所以這個牛油 焗完之後 都會在麵包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大的收口 在這裡 其實它的小的收口 在底部 所以就算它扭 都會留在麵包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我之前已經完成了其他幾個了 完成了這個造型之後 我們就可以等它做最後發酵 之後在等待它做完發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處理這個墨西哥麵糊了 所需要的材料 就有牛油 糖粉 雞蛋 咖啡溶液 以及一些低筋麵糊 你用中筋都可以的 牛油方面 我們在冰箱拿出來之後 放在室溫裡面 讓它回溫一會兒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什麼時候可以用呢 就是當我們用手指 按牙膏的牛油 你看到它好像凹了下去 就已經可以用得了 就不要放得太軟 而糖粉和低筋麵粉 我都過篩的 而蛋和咖啡溶液 如果蛋在冰箱拿出來 就讓它回溫 因為這個咖啡溶液 我用了少少的暖水 就加了一些即溶咖啡 我都等到它放在室溫裡面 回溫 等它變回到室溫之後 我才會用它 我們現在開始做了 我們就把這個牛油打發 你看到我們用這個手動打蛋器的時候 你按它的時候 它是軟軟的 這樣就可以用得了 我們就把牛油打發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讓它的牛油放得太軟 好 好了 我們就可以加些糖粉下去 如果不用糖粉 用砂糖其實也可以的 如果不用糖粉 用砂糖其實也可以的 把它混在一起 好 好 開始了 可以打發 大概就是 牛油和糖粉 大概打發 一分多鐘就可以了 如果天氣熱的話 如果天氣冷的時候 可以去到三四分鐘也可以 大概一分兩鐘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打發太久的時候 那個成品做出來 那個墨西哥麵糊就會變得很粗糙 而且你看到那個顏色 就是變淺了 你也是 差不多了 我現在可以加入雞蛋 就是 把雞蛋 拌一拌 我們分幾次 就是加入 就不要一次 就是倒下去 你看到它拌均勻了 可以加下一次 如果一次過倒下去 它就很容易 整個麵糊會散開 像豆腐渣一樣 會不太多 會不會… 跟著一個 這樣 我會不會 有花蟹 會不會 很長的 會不會 會不會 不是 有花蟹 會不會 有花蟹 在那裡 會不會 是 其實沒什麼技巧 現在這個蛋混入麵糊裡 純粹拌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加入咖啡液 你用鮮奶開也可以 你用軟水開也可以 兩個我都試過 我覺得分別又不是很大 現在可以加入低筋麵粉 輕手把麵粉拌進去 就不要過度去攪拌 分幾次加入 我通常都會用按壓這個方法 不時就可以動動麵糊 放在最後一次 輕手把它搬進去 其實這個方法就類似 好像做曲奇餅一樣 沒有了 沒有了 低筋麵粉 可以看到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放進切花袋裡 這樣 我通常自己做法就是用一個高身的杯 幫幫我 這個擠花袋就是 我沒有放過擠花咀 一會兒真的用的時候 用剪刀剪一剪也可以 這樣可以洗少人的 把整個袋 這個方法就是盡量放在裡面 然後這樣 我覺得這個方法 我自己就喜歡 我覺得感覺上就整齊一點 可能我自己比較累 現在可以把麵糊放在裡面 現在可以把麵糊放在裡面 我喜歡用杯子 因為那個杯口可以幫我 刮一刮這個麵糊 看你自己喜歡用什麼方法 好幾個 快點 就這樣 我只有洗到 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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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坡 加了 加這 加了 加的 然後將它移到尾尾 我們現在還未用它 所以將它拌緊 用一個夾子夾著 這個咖啡麥西哥麵糊就完成了 到最後發酵完成之後就可以用它